新庄区中信礼的半空处长期关怀弱势 近日中和中华慈光文教慈善协会 特地捐赠了给礼办蔬食爱心便单 不仅要协助中信礼关怀弱势 更希望推广蔬食美好 减碳爱地球的环保新概念 李洋手中拿着这盒爱心便单 民众有没有发现到 餐盒里面所有的菜色都是蔬食料理而成的 至于背后的推动者就是来自新北市中和地区 这间中华慈光文教慈善协会 理事长表示因为得知新庄区中信礼办公处长期关怀弱势 因此希望尽一份新例外 同时透过爱心便当的发送 向众人推广蔬食减碳爱地球环保新概念 中华慈光文教慈善协会从中和来到新庄 因为我们这个中信礼的里长 跟我们的协会的一位志工是好朋友 他特别想推广希望将这个素食的光店 能够推广到我们新庄地区 所以我们以后希望能够常常来送这个爱心蔬食便当 请大家能够吃素 这是我们协会的笔店 中信里长林安元本人亲自接受 由慈善协会所热心捐赠的爱心蔬食便当 并颁发感谢庄来向协会表达谢意 其心合理办公处形上关怀弱势 对我们中信里来关心送这个便当 那个素食的便当 然后要推广式的便当 也感谢他们长期对我们中信里的那个关心 对慈善协会将持续提供 蔬食便当给中信里内的中低收入户 里长曾经线上最诚实的协议 也欢迎李市长再次率领会员 到里办公处进行环保议题交流 期盼用行动落实蔬食检碳爱心 保保观念 共同守护保导台湾的美好 记者黄优贤新中报道 点击 撤三网 有奋 谢谢观看